SIMIT跟MSIM之间的集成 这一套例子它做得比较完整 既有视频 在这个里面有视频 当然在网站上也有视频 在网站上在这里方有视频 而且还有说明的文档 这都有完整的说明的文档 还有这个 有这个视频都可以看 一步一步的播放 就可以看这个视频也是先讲这个文档 然后再操作 我们把这个操作的学习 分做几个部分来看 先把比较容易做的呢 先做一下 就是有关在博图里面 把这个 博图里面的这个面板 还有就是这个 PLC SIM ADVANCE给它编译好 把它做好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找到这个 PLC SIM ADVANCE的这个 instance 把它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呢 我们刚才用这个博图 15.1已经编译好了 那现在把它启动 把它接入启动状态 它这个面板呢 是做得非常的完备 而且这个面板也做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炫酷 这是我这个 晚上编译的 所以它这个面板编译的这个程序也非常好看 这是有关 这个面板的 因为现在还缺数据 所以它没有办法运行 要等到用这个M SIM 把那个数据做完 然后再把这个映射做好 都有相应的这个说明 这是这个映射 这是M SIM 要启动 那 有关这个 博图的 博图的这个 PLC SIM Advanced 这个 这个instance 这个虚拟PLC的启动 还有就是 这个HMI面板的 这个信息 它这个里面的 这所有的这个界面 都是可以 启动出来的 都是成功的 这些都是可以看的 这些信息都可以看 这是它的规格 现在可以看到连击之后的这个规格 都可以看得到 那以上就是 我们这个 M SIM 跟这个 跟这个 拨图之间 做 软件再环 SEAR 的 第一步的尝试 就是 把这个 把PLC SIM Advanced 跟这个HMI面板 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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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